204解題說明 第一小題將標題 選擇標題 段落 至中對齊 左右各縮排8個字元 好接著我們加上框線 由上而下 選擇三線 藍色 3pt 去掉上下 再段落 第二小題 編輯黑色文字段落 我們先把版面調整一下 好選取 所有類似格式 會發現了少選了一段 我們按住Ctrl 補顯 段落 左縮 6.4公分 第1行 內縮 兩個位元 左右對齊 以前後段距離 0.5行 航距 1.2行 我們選擇多行 然後給他 1.2倍 好 接著文件格線 不貼其 中文印刷樣式 使用中文規則控制 第一和最後字元 這個功能呢 可以讓我們的標點符號不會出現在 行的第一個字 確定 第3小題 要將這個符號 改為深紅色 深紅色 改完以後 他要變成初體 項目符號 那改成項目符號的方式呢 同學可以把 他移到這個符號後面 按TAV鍵 就變成項目符號 可是你會發現 他 變項目符號以後 他的初體會跑掉 所以你再按一下初體 之後呢 只要移到每一個 藍色的符號後面 按TAV 他就會沿用 連來的 項目符號格式 好第4小題 選擇 陳色 段落的 格式 我們現在 選取 所有類似 一樣的 又有兩段 弱掉了 我們按住 Ctrl 普選 好 接著到段落 右縮 10公分 接著要填滿 在網底裡面 我們選擇 填滿 新色 新色 虎色 較淺 百分之六十 按確定 好 在 橙色標題 小題跟後期的文字 跟後期的文字 不可分頁 所以我們在這一段 來 選擇 斷落裡面 分行與分頁設定裡面有一個段落前分頁 按確定 按確定 第五小題 版面 我們調整 頁面框線 題目只要求寬度15pt 另外這個月圓呢 請同學注意到選項裡面 月圓 這裡 一公分 上下左右 都一公分 好 確定 解禮完畢 起算 選擇 舐檔 冰冰